来源财经重医院 8月19日晚间 普发银行发布了2024年中报 半年来的员工电话情况 也得以揭开面纱 普发银行资产规模超9万亿 员工6万人 在股份行中属于大行之一 因此 普发银行员工电话情况 也备受关注 数据显示 普发银行员工数量 从年初的60706人 下降到年中的59,043人 半年裁员1663人 总体的裁员比例 约为2.7% 与同业相比 这样的裁员比例并不算高 但令人不解的是 尽管员工数量下降 但员工费用并未明显降低 2023年6月底 员工数量60632人 与2023年底的60706人基本相同 可见去年下半年并未裁员 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启的裁员 员工费用为137.29亿元 2024年6月底 员工数为59,043人 员工费用为136.40亿元 于是可以得出结论 在裁员1600多人的情况下 普发银行的员工费用 会出现明显变化 这样的数据显示 普发银行员工并未遭遇 像某些银行那样的裁员 降息双击 仅从财报的员工费用项目来分析 普发银行并未降薪 甚至人均员工费用 反而可能有所提升 但另一方面 也让市场不解 既然不是以降低成本来裁员 那么为何要裁员 在目前整体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仅仅是为了裁员而裁员 那还不如多给社会解决一些就业问题 当然 这只是从单一的财报数据角度来分析 如果普发银行新帅张维中 要下一盘更大的棋 那就并当别论 普发银行半年总体裁员 1663人 但其中的结构也值得关注 财经众议院注意到 普发银行裁员的比例 与学历高低 密切相关 普发银行在财报中 将员工分为硕士博士 大学本科 大专中专三类 2023年底 普发银行员工中 有硕士博士 14112人 大学本科 3920人 大专中专 7574人 如果不考虑员工学历的内部自然变化 从裁员结果来看 硕士博士裁员 240人 裁员比例为 1.7% 大学本科裁员 769人 裁员比例为 2% 大专中专裁员 654人 裁员比例为 8.6% 这说明 学历最低的大专中专 是硕士博士裁员比例的5倍 大专中专被裁掉的654人 占总裁员人数 1663的四成 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分析 普发银行将员工分为 从业人员和 服务外包人员 2023年底 普发银行的 60706名员工中 其中 从业人员 57017人 服务外包人员 3689人 从裁员结果来看 从业人员裁员 1088人 比例为1.9% 而外包人员裁员 575人 比例为16% 外包人员的比例是 从业人员的8.4倍 从合理角度推测 外包人员被裁掉的575人 与大专中专被裁掉的654人 极有可能是大比例重合 因此 普发银行裁员的重点 可以归结为 低学历外包人员 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普发银行 毕竟是这些低学历外包人员的 赖以生活的家园 将他们推向社会 或多或少会有负面效果 财经众议院注意到 普发银行新的领导班子 自去年9月上任后 公司的战略有了微妙的变化 其中 之前的广大员工 共享发展成果的温馨家园 这一表述 已经消失在公司战略表述中 在2023年中期财报中 公司发展战略表述为 推动普发银行 成为客户信赖的首选银行 资本市场的优质蓝筹 广大员工 共享发展成果的温馨家园 合规稳健 监管放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令人尊敬和信任的优秀企业公民 努力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而在2024年中报里 公司战略的关键词为 数字化 包括五大赛道 五大体系 四大策略 三大保障 第二增长曲线等 对员工 对资本市场 对社会的相关战略表述 则不像之前那么充满温度 在2023年业绩说明会上 张维忠首秀 也是重点提到了 数字化战略转型 他说 普发银行的战略转型方向 是经慎重研判后的决定 2023年 是普发银行发展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 普发银行成立30周年 我们也开始思考 普发银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张维忠称 经过数月的调研 分析后 普发银行最终确立了该转型方向 但无论怎样转型 员工都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上下同育者胜 西帅张维忠 如何带领业绩调队的普发银行 打好翻身仗 业界拭目以待 再不提醒了